進到簡報15頁來看一下網路攝影機 這個可以做什麼樣的應用 那當然老師平常你可以像我這樣就是 獨立一個視窗出來 可是呢我們大部分 網路攝影機的視窗 有沒有都是像這樣四四棒棒的 所以呢 其實 我還蠻喜歡這個 LOM ROOM 好這個 那剛剛呢因為這台電腦沒有辦法裝這個軟體 不然其實這個軟體我現在常常用 那我們現在先介紹這個 這個 應用程式 那他有 放在這裡 他本身呢 可以是 個別獨立的軟體 也可以是瀏覽器擴充工具之一 也就是我不要裝軟體 我安裝瀏覽器的擴充工具 那你說這樣跟我們平常這個有什麼不一樣 有 來我打開給你看 我看一下 這裡我沒有開了 來 找這邊 好我已經安裝起來了 那這裡呢 我就先把我這一台 其實也不用關這一台 沒關係 這一台先留著 好那我 告訴他 請他幫我抓另外一個螢幕 有 有 來 各位老師 這樣可以嗎 有沒有圓圓的比較可愛一點 覺得不夠大 沒關係他也可以大一隻一點 也可以大隻 好那 像我們最近 有特殊節慶嗎 還可以做什麼你知道嗎 對嘛 你看 有沒有感覺 這樣更滑翹一點 哈哈 對啊 對不對 因應一下節慶嗎 好 這樣有感覺的 所以就算沒有也沒關係啊 你看 背景 我們現在視訊會有沒有都有那個背景 虛擬背景 他也可以做 好 這樣有看到吧 雖然我沒有藍綠幕也可以做 不過 效果 當然比較差 效果會比較差一點 所以有大部分 頂多用blur而已 就是讓背景做模糊 如果老師比如說你再加上課啊 我希望我家裡面的東西不要 看得那麼清楚 哈哈哈 也可以用這樣子 好 所以 這樣子OK的 好來我們看一下囉 你看像這樣 那 我平常用這個 最常用在哪裡 最常用在 回覆同學的問題 因為我在試傳系 其實我們大部分 都是 回答同學的作業問題 也就是說他們做作品 那我就是只需要 回答同學問題就好 那我這邊有沒有發現可以做錄影 對不對 好比如說 來我們老師 今天呢我們就來看一下 等他 好玩一下 好現在就 進入錄影狀態了 當然老師錄影不一定要有你的畫面 但是有你的畫面同學會更高興一點 所以 像我在這邊 如果呢 老師對我們今天上課的軟體有興趣的 我們在簡報的第一頁 也有提供 也有提供 相關軟體下載 所以你今天桌面上的檔案沒有帶我去沒關係可以從這邊找 那進來之後呢我都把他的官方網站的連結都給你了 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載下來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全部都是免費的 好我這樣錄完喔 你看喔 我來這裡 點下去 他會自動幫我把錄好的檔案就傳到 這個雲端上 所以 其實我相信老師會發現 我們疫情之下 你真的要1比1的比照 學校上課時間在 線上上課嗎 這樣不見得是最好的 對不對 因為這樣很辛苦嘛 好 所以其實有些時候老師可以透過錄影的方式 把一些資料怎麼樣 錄下來 那 以我自己來講 我錄影 是蠻多年的 你有沒有看到 剛剛我們就錄上去了 傳好了 好現在就進入錄影狀態 當然老師錄影不一定要有我們的畫面 有沒有 他本身也有提供簡單的剪接功能喔 比如說我可能前面後面有講錯了 你就剪一下 就在上面做好 那最重要的是 因為 他幫你把影片都傳好了 所以老師也不用怎麼 我要上傳到雲端硬碟 擔心佔用你自己的空間 man 你這裡 有沒有一個連結 我只要給同學一個連結就好了 那 因為呢 以往我們如果 以 我剛講的同學的 都是什麼 作品為主嘛 我們不是那種考試的那種 有標準答案的 那麼 同學呢 在學校又遇不到我 我只有一個禮拜去 一天而已 所以怎麼辦 我就用錄影的 回復他的作業問題 你這個地方可以怎麼改 可以怎麼改 比較好 那我怎麼知道他有沒有看 你可以看到在這裡 我們是可以看得出來的喔 在這邊 他會有通知 其實 你看 哪一個同學有沒有 有沒有 有人已經看過這個 這樣我就知道那個那一組同學有看的 這樣你了解嗎 好那你可以看到像我的 這個 空間裡面 就有很多同學的 這個 資料 好我到我的這裡來 這樣有看到了喔 我們剛剛傳了在這裡 那 同學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最近在介紹那個藍綠木的 我就會跟他講 你可以怎麼做怎麼做我比較好 做No Blush去做合成 其實效果也很好 好那至於說 因為呢其實如果同學真正來跟你面談 跟你在前面講的時候 你跟他講過 他也不見得全部記得住嘛 但是這個他要重複看是不是都沒關係 對不對 他也不會不好意思說 老師我來的時候可不可以 帶錄影筆來 不用啦 我直接錄給你就好了 你就 直接 可以看 就可以知道說我們怎麼操作 會是比較OK的 這樣了解 所以 這一套 其實我平常主要是拿來做回復同學的問題用 當然老師用 拿他來做錄影也很好 也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工具 所以這個是跟老師再分享一下 我們在這邊啊 其實您可以透過 這個LOM 這樣的一個軟體 去 很方便的 幫你把 就是您的這個 影像把它錄製下來 好錄製下來 這個 部分呢 如果說您有興趣的話 您可以 升級 就是說你平常免費註冊的時候 它是 可以錄 1280 乘以 720的解析度 然後長度是5分鐘 可是呢 您可以把它升級成教育版 升級成教育版之後呢 就是 1920 乘以1080 那時間我記得最長是45分鐘 老師應該這樣夠了吧 對不對 喔 所以 您可以參考 那 升級 教育版的 只要您使用的是 EDU的帳號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直接線上升級 它通過之後 就會 馬上發個信件 告訴你 你已經升級通過了 那這樣子 你就跟我剛剛看到的一樣 這樣OK 好 那這個軟體呢 老師可以稍微試看看喔 檔案也不大 也不大 到目前為止 它都還沒到正式版 都還是屬於那種 測試版 但是使用度上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封閉 等我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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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